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欢迎来到卓妙启示录 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德仁 对人过度依赖 对人生是一种伤害 怎么说呢 话说在美国有个小渔村 村民们世世代代都以出海捕鱼为主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使得这渔村仿佛是世外桃源一样 环境相当优美 每天傍晚 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 体型较大的鱼会被分类后 然后再往市场 体型较小的鱼 则会被丢回大海里 而这些被丢回海里的鱼 常常会吸引许多的海鸥来群聚 渐渐的这些鸟儿就养成习惯 每天黄昏都会盘踞在港口边 等待着渔民抛植鱼儿 就这样日复一日 直到某一天事情有了改变 有一天在海滩上玩耍的小孩 偶然发现一只已经死亡的海鸟 此后每天有越来越多海鸟的尸体被发现 这大规模的死亡就引起学者到此调查 经过调查后发现 原来在几年前 一名摄影记者无意来到这小村庄 用镜头记录了村庄的纯朴汉美丽 而这些照片被刊登在杂志上后 世界各地的游客就陆续前来旅游 这渔村顿时成了度假圣地 蜂拥而至的人潮 带动了观光业的兴起 当地居民逐渐就不再靠捕鱼为生了 于是那些早已依赖诚信 失去自行捕鱼能力的海鸟 就不再能够轻易获得食物 最后它们就丧失了生存的机会 我亲爱的朋友 这故事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 人都会有依赖 可是过度的依赖 对人生是一种伤害 这一点需要你我切记 我们下回见 我是张德仁 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